你 0511368 喂 爷爷 喂 爷爷 我是小方 小方 哎呀 爷爷 你的耳朵怎么越来越聋了呀 哎 爷爷 哎呀 爷爷 你怎么也叫我小保姆啊 现在上海人啊都不叫小保姆了 他们呀叫家政服务员 好听吗 哎 爷爷 你以后啊 别往那个张家打电话了 我不在他们家做了 哎呀 没什么 炒鱿鱼了 炒鱿鱼你也不懂啊 哎 算了算了算了 以后再跟你说吧 这件事情说起来啊 实在是太复杂了啊 哦 水开了 哎呀 爷爷你等一下 唐阿姨 我去关我去关 爷爷爷你等一下啊 别别别别 随我来冲 你跟爷爷讲讲嘛啊 唐阿姨 我马上就打完了啊 没关系了 你打吧啊 哎 爷爷 你放心好了 现在上海啊 要家政服务员的人多的是啊 你放心吧 哎 我们这里的小姐妹啊 马上就会给我找到好工作的 哎 好 那我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哎呀 拜拜就是再见 啊 行 拜拜 小峰啊 哎 你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啦 这 这个菜啊 哎 陶阿姨 你买回来 我就把它剪了一剪 洗了一洗 锅子里面放点油 把菜倒进去 放点盐 放点味精 放点酱油 炒一炒 然后再把锅子盖上 焖了两分钟 OK啦 哎呀 这个菜啊 不能炒的 不能炒的 那是煮的 也不能煮来吃 不能煮 那怎么吃啊 这是要生的拌来吃的 吃干嘛 陶阿姨 这个生菜怎么吃啊 人怎么能吃生的东西呢 在我们乡下 猪才吃生的东西呢 哎哟 小峰啊 你不懂 我告诉你 这是素菜沙拉 买回来洗干净 用冷开水浇一浇洗干净 沙拉酱一放 一拌 又有营养 又有卫生 你懂吗 陶阿姨 它再有营养 它是蛋的 猪才吃蛋的东西 怎么又是猪啦 不不不 我告诉你 这个沙拉酱里面有盐分的 有盐 那陶阿姨 那我们再多放一点盐 不行 多吃盐 不健康 陶阿姨 不对的 人多吃盐才有力气 我们乡下那些人为了干活 就菜里面多放点盐 人不吃盐 没力气的 你看 那个猪 猪他就不吃盐 所以他没力气啊 老是躺在那里 睡觉了 我跟你讲 这个猪啊 我怎么要讲猪的呢 陶阿姨 我跟你说 我在乡下我养过猪的 所以猪的事情我都知道的 好了好了好了 你这个菜你也不懂啊 哦 知道了 你也真是的 好 那盐伯伯来了 你不要吧 你回来了 别动 先白给我坐着 给我坐下 小方 啊 炒鱿鱼了 炒鱿鱼了 不 不过盐伯伯 坏要说清楚啊 不是他们炒我的鱿鱼 是我炒他们的鱿鱼 哎呀 为什么要炒鱿鱿啊 他们那家人家太难伺候了 我伺候不了他们 你想没想过 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啊 爹 我有什么问题啊 盐伯伯啊 你不知道 他们家让我干什么活我都干 他们没让我干的活我也干 我只会干得多 不会干得少的 我有什么问题啊 坐下 坐下 你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不知道 人家 可说得清清楚楚 你有三个问题 这么多啊 分子 什么问题啊 想不想听 嗯 第一点 你说话 声音太响 盐伯伯 你知道的呀 我们乡下人说话声音都响的 我跟我爷爷说话我都 爷爷 他才听得见嘛 你爷爷是聋子啊 哎呦 年纪大了都有点聋的 那他们张家两个都是年纪大的人 他们耳朵肯定聋的 什么肯定聋啊 你看耳朵很好不聋 你说话想了老是吓人家行吗 另外还有一个 你干活的时候声音太大 太重 盐伯伯 那我干活是因为我力气大呀 我力气大大人 又擦干净嘛 那我力气大人大... 力气大干活是要力气大 你关门开门不要力气大 砰砰砰 你坐下你坐下 坐吧坐吧 啊 到人家那儿才三天 你打了二十五个电话 还有十二个长途电话 有没有这事儿 有 哎哎不不过颜伯伯 他们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打这些电话 他们不知道 我都很想听听 为什么打二十五个电话 哎呀 严伯伯 这个事情呢 你想 我从乡下到上海来 有那么多人来送我的 他们都很关心我的 他们让我到上海之后 一定要给他们打电话 那严伯伯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很讲感情的 那我要给他们打电话吧 我要给我爷爷打电话吧 要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吧 还有我的哥哥 姐姐 还有我的老师 还有我初中里的同学 小学里的同学 还有我幼儿园里的同学 我还没给他们打呢 哎呀 这些电话都应该打 当然都应该打的咯 可是你应该 我 我知道 严伯伯 其实啊 我应该到外面去打 对啊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到外面去打电话呢 也不过是三毛钱一分钟 但是我又想了一下 想什么 他们张家是两个老人啊 那我要是出去了 他们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找不到我 这个问题不就更大了吗 这个后果就严重了 哎呀 我觉得他们家也真奇怪 表面上对我笑嘻嘻的 给我算得斤斤计较 什么我打了二十五个电话 我自己都记不清楚 我自己打了多少个电话了 这个十二个长途 他们干脆就说 要我付给他们多少钱好嘞 真是的 哦 陶阿姨 哎 刚刚我也在你们家打了电话 前两天也打了 你算一下我要付多少钱 怎么想得出来的 谁要你的钱啊 要的 不要 要的要的 哎呀陶阿姨 你别说不要不要不要 等到我走了以后 你们要跟人家去说 我在你们家打了多少电话 还还了多少多少钱 那我吃不消的 别别别别 哎呀 严伯伯 我发现你们真奇怪 从我到了上海以后啊 都嫌弃我 说我什么声音大啊 干活重啊 声打电话打得多啊 你们就是嫌弃我这个上海人 不 嫌弃我这个乡下人 你们上海人 就是看不起我们乡下人 什么城里人乡下人啊 谁看不起你们乡下人啊 你现在也是上海人嘛 新上海人 对 懂吗 你严伯伯 虽然是上海人 城里人 但是我的爸爸是乡下人 你陶阿姨是上海人 但是他的爷爷也是乡下人 是的 说起乡下人 我很有感情啊 文革的时候 我下方到农村去 就到你们那个村 就住在你们家 你爷爷这个乡下人 是怎么对我这个上海人的 他知道我的胃不好 自己吃粗粮去换来 很珍贵的一些西粮让我吃 有一会儿我一出去 是你爷爷和你爸爸 你爸爸比我年纪还行 建了个板车 一脚高一脚进去把我 赶紧收到县城去抢救 要不是那次抢救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 李延伯伯 这件事情一直记在心上 知道吧 没有乡下人 上海能建成那么好吗 没有乡下人 上海的人常生活 离开他们行吗 现在我觉得啊 看不起乡下人的 不是上海人 是你自己 严伯伯 你别生气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是我不懂事 小方 没关系的 你知道 严伯伯的心思就知道了啊 好啊 知道自己错就好了 还想不想听听这个第三点 严伯伯 别说了我自己知道 你知道 我倒很想听听什么回事 昨天晚上 我没跟他们说 我就自己跑出去 跟小姐妹玩了 我到半夜里才回家 他们一家子都等着我 他们就说了我两句 我一生气 就吵他们犹豫了 现在想想 都是我不好 人家是看见你的错 但是你的好的人家也看见了 人家说了 人家说 小方这个孩子你别说 很直爽 很勤劳 干活很卖力 他们都跟我说 就是有点小孩子脾气 真的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小方啊我跟你讲 你在我们家 就像自己人一样 可是你在外面 做家政服务呢 要尊重老人 带人节目呢 要和和气气的 要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 如果自己要处理点什么事情啊 一定要跟主人打个招呼 讲一声 明白吗 明白了 算了不谈了 颜伯伯又给你找了一家 真的 三十五号 这次去 你可要自己注意 无论如何也要做到 刚才人家提的意见三点 知道吗 知道 哪三点 说给我听听 第一 说话声音要轻 手脚要轻 第二 打电 我以后再也不打电话了 哎 该打的电话还是要打 不 我不打了 打 不打 打 打 那 爷伯伯这个手机给你 你打这个 啊 给谁 用这个打 打少了 电话费我付 打多了 你自己付 真的 爷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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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把手机给我了 你怎么办呀 爷伯伯还有一个很老实的 那个手机 样子很难看 但是性能还可以 谢谢爷伯伯 好吧 谢谢大阿姨 你现在马上就去吧 记住 三十五号 正假 五十三号 张假 不 三十五号 正假 五十三号 张假 你怎么老想张假 我呀 要在哪里跌倒的 就在哪里站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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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我的东西 好的 好的 那我走了啊 好的 好的 好的